欢迎大家收看中国人事与政策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中国和越南承诺合作打击腐败 共同建设清洁丝绸之路 由于资金危机 中国项目将关闭 报告显示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债务收购者 发展中国家欠中国至少1.1万亿美元的债务 这些债务即将到期 中国经济的困境 呼唤朱荣基大胆改革的精神 请大家收看 中国和越南承诺合作打击腐败 共同建设清洁丝绸之路 南华早报 中国和越南已经同意加强在反腐败方面的合作 中国共产党反腐败负责人李希 与越南共产党最高反腐败机构负责人陈锦图 在北京会面 讨论了确保清廉丝绸之路的方式 作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 李希表示 中国致力于防止巨大的全球投资项目中的贿赂和腐败 并呼吁在反腐败机制和执法方面进行经验分享和合作 越南近年来也发起了自己的反腐败运动 由于资金危机 中国项目将关闭 英国独立报 中国项目是一家专注于中国的新闻和商业情报公司 由于缺乏资金和政治动机的攻击即将关闭 该组织以前被称为SubChina 旨在提供关于中国和中美关系的平衡报道 然而 随着两国关系恶化 该公司面临批评和法律挑战 导致财务困难 中国项目的关闭 凸显了在中国运营的媒体组织面临的困难 特别是那些试图提供客观报道政治敏感话题的组织 报告显示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债务收购者 德国之声 根据美国ADATA研究人员的报告 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欠中国超过1万亿美元 该倡议于2013年启动 是一个全球性的基础设施项目 报告显示 80%的贷款是急于处于财务困境的国家 ADATA表示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官方债务收取者 中国声称已有150多个国家加入了一带一路倡议 上个月 中国表示将向该项目投入超过1000亿美元的新资金 发展中国家欠中国至少1.1万亿美元的债务 这些债务即将到期 CNN 根据弗吉尼亚州威廉与玛丽大学研究实验室 ADATA的数据分析 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贷款总额至少达到1.1万亿美元 分析发现 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贷款中 近80%用于支持处于财务困境的国家 这些贷款是在中国十年前启动的一带一路倡议期间提供的 该倡议为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资金 包括道路 铁路和机场 这一倡议使得各国与中国更加紧密 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 然而 在高利率货币贬值和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 许多借款人发现很难履行还款义务 中国越来越多地充当国际危机管理者 向处于困境的国家提供紧急救助贷款 以防止对其银行业造成风险 这些贷款对中国自身银行业的影响尚不清楚 中国经济的困境呼唤朱荣基大胆改革的精神 南华早报 根据一位私人投资者的观点 中国需要采取更加市场驱动的方式来应对经济挑战 尽管政府努力推动外商投资 但该国最近转向优先考虑国家控制 而不是市场导致改革不均衡实施和外商投资下降 该投资者认为 国家驱动的创新应该与市场驱动的活力相辅相成 并且需要在城市化 医疗保健和财政架构等领域进行改革 中央政府还必须承担更大的财政责任 并扩大地方财政选择 包括实施房产税 前中国国有企业负责人因间谍罪被判入于6年 南华早报 中国一家国有企业的前高管因间谍罪被判处6年监禁 这名姓王的男子向一国外国家提供了机密文件 而他正申请移民到那个国家 中国最近扩大了反间谍法的适用范围 扩大了间谍活动的定义 并且正在更新国家机密法 中国与美国及其盟友之间一直处于情报战争之中 习近平主席将国家安全作为重点关注领域 费城交响乐团重返中国进行巡演 纪念其历史性的1973年访华50周年 美联社费城管弦乐团回到北京进行巡演 这标志着自其在中国历史性演出50年后 美中关系有所改善 也为乔拜登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会晤之前的会晤铺平了道路 该管弦乐团于1973年首次访问中国 当时美中关系开始正常化 该乐团将与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合作演出 并将前往天津、苏州和上海等城市 此次访问是美国对中国进行一系列高层访问之后的一次信号 表明两国之间的联系正在恢复 在暴风雪中 中国一家健身房倒塌 造成三人死亡 俱乐部老板被拘留 南华早报 中国东北黑龙江省一家健身房倒塌 造成三人死亡 一人受伤 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但当地媒体报道称 大雪可能是一个导致因素 尽管当天早些时候 发布了暴风雪红色预警 但健身房在倒塌时仍对外开放 此前 该省一家体育馆在7月份倒塌 造成11人死亡 国家气象中心已对东北几个省份发布了暴风雪预警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一直以来都在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新闻资讯 让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新闻内容 首先 我们得知中越两国承诺加强在反腐败方面的合作 并共同建设清洁丝绸之路 这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 旨在确保投资项目的连结和透明 这是一个重要的合作 将有助于打击腐败问题 维护公平竞争的环境 接下来 我们了解到 由于资金危机 一家专注于中国新闻和商业情报的公司即将关闭 这再次凸显了中国媒体组织面临的困难 特别是那些试图提供客观报道政治敏感话题的组织 然后 我们得知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债务收购国 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欠中国超过一万亿美元的债务 这一倡议为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项目提供了资金 但也导致了这些国家的巨额债务 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挑战 需要妥善处理债务问题 以保护自身的利益 此外 我们还了解到 发展中国家欠中国至少1.1万亿美元的债务即将到期 这些债务是在一带一路倡议期间提供的 但由于各种原因 许多借款人无法履行还款义务 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重大挑战 需要找到解决方案 以保护自身的利益 此外 我们得知中国经济面临困境 需要进行大胆的改革 一位私人投资者指出 中国需要更加市场驱动的方式 应对经济挑战 并进行一系列改革 这将有助于提高中国的国际竞争力 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最后 我们得知一家健身房 在暴风雪中倒塌 造成三人死亡 这是一个悲剧 也提醒我们 在恶劣天气条件下 要注意安全 这些新闻事件反映了 中国在不同领域面临的挑战和困难 同时也展示了 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和责任 中国需要在解决这些问题的同时 继续推进改革和开放 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那么 亲爱的观众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并提问 谢谢收看 我是六博士 下次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6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照顾